如果没有因缘 那是进不了这个门的 因缘不具足 它是进不了这个门 不是在设限 而是它的因缘会把它阻碍 障碍住 它的知见判断会把它障碍住 再来 就算你有因缘进来 如果你不能够把握当下的殊胜因缘 你不能够把握这些因缘的话 你又会被很多自己的所知障 知见所知障 把自己障碍住 用过去的观念知见 再听 所以你会觉得这个没什么 这个没什么 没有什么特殊 没有什么神奇 对 那你就会被自己的知见 把自己障碍掉 然后又会跟你生生世世一直在找寻的那个终极目标 又会擦身而过 又会继续到处再找寻 继继续再流浪 所以 希望大家能够好好地珍惜当下的因缘 也鼓励大家真的提醒我们自己反扑归真 你越是反扑归真 练习作为真人 脚踏实地实实在在 你越是反扑归真 越来越单纯 你就会越接近真正的真理 你越是反扑归真 你越是反扑归真 你的心越来越单纯 你就越接近真理 你跟道的距离就会越来越近 本来就是在一体 但是因为那个知见也就是太复杂 太不单纯 太厉害 就是那些知见把自己与道障碍了 隔阂隔开了 就是自己那些知见 所以当你不要那么的复杂 不要想越来越厉害 当你能够渐渐反扑归真 越单纯 你就越与道合一 这就是孔子所讲的 道不远人 人之为道而远人 不可以为道 那个真正的深意就是这样 所以一般人真的不知道 就是聪明反背聪明物 来 这句话 希望大家好 警惕自己 一般人就是 聪明反背聪明物 太厉害了 好 你越厉害你就离道越远 你认为这个太平凡了 这个太简单了 这个没什么 应该怎么怎么才是 好 就是那些观念之间 把你自己 把你自己抽离了这个真正的道 然后去构筑 梦幻世界的道 所以本来人是真的可以不用修行的 我们本来就是在道里面 本来你随时都是可以安心自在的 但主要就是因为我们的观念之间 你没有正确的认清出来 道在哪里 也没有了解真正的宇宙的运转法则 所以用很多错误的观念之间 一直在运作 在经营自己的生命 经营自己的人生 所以把本来很单纯的生命 变成很复杂 把本来很单纯的人生 变成很复杂 把本来很单纯的世界 变成很复杂 这就是众生 聪明反辈 聪明物 所以为什么老子要我们 你要弃智绝学 你要放下你那些四字变充 你要放下那些累积很多的知识 知见 认为自己懂很多 那些要放下 有人就误解 老子就是愚民政策 要我们变成笨笨的 傻傻的 瘠呆这样 好被那些政治人物统治 才不是了 老子所讲的 要放下那些 所谓的气质 放弃掉那些 四字变充 你不要认为自己 很聪明很厉害 你越认为自己很聪明很厉害 那种己优 自己很优秀 别人低一等 自己很厉害 然后要制造那种与众不同 制造自己的杰出 读出 制造自己 那种很厉害 那种很厉害 那个就是在 构主梦幻世界 制造问题 所以 老子是希望我们 要 自虚及 守进度 把我们脑海中 那些 观念之见 把很多 我们那些 我是 我能 我慢 我很想 我很行 我很强 我很厉害 把那些 如果能够 真的放下 用一颗不带 成见的心 清静的心 来体道 体会道是什么 来体道 悟道 然后练习的去做出来 你能够这样的话 真的 你才会很快 找到 真正的安心之道 所以 希望大家 从心来 如果你要找到 真正的安心自在 如果你要找到 真正生命的 究竟归处 真的 从心来 最快 从心来 最快 从零开始 最快 从不会 开始 最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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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